开车千万要注意安全 10号下午台9线5号三明南下弯道 有一部自小客车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失控撞上了道路边坡 整部车摔的是四轮朝天 车上三个人连人带车卡在水沟里头动弹不得 后方赶上班的玉里荣民医院护理师发现赶快报警 也协助警交人员把受困的两个人给救出来送医 身穿铁灰色上衣自行脱困的女子站在车旁 和前来救援的警交人员求救 因为她的伤亲仍受困车内情况危急 虽然紧急先救出行动不便意识清楚的父亲 但由于车子四轮朝天卡在道路排水沟 使得救援行动有些困难 警交人员与前来协助的 易消合力将昏迷的母亲脱困 送上救护车火速送医急救 现场是有三名乘客 一名乘客自行脱困 那另外两名老人家受困在里面 也就将她从车子里面脱困出来 那两个老人家的大概30 男士是状况还算清醒 那比较严重的是一名乘客 事发当时也正巧路过准备赶往 玉里荣民医院上班的女护理师 除了赶紧报警也发回专业安抚受困人员 也从旁协助警销人员将受困的两人救出脱困 那是撞到东西吗 他就是直直开 因为他可能睡早了 然后撞到三壁就翻车 今天下午一点多左右 台九县武贺三名南下这处弯道 这部这小客车不知何故 突然失控撞上道路边拨 整部车摔得四轮朝天 车内三人 一人自行脱困并无大碍 另外两名则分别受到轻重伤送医救治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 警方也正深入调查厘清 接着是玉兰玉里采访报导